台北東三水街市場 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攤位 超過四十年歷史 賣食材 賣雜貨的老闆們 各個是內行人 炒絲的話你就切這樣子 很熱 吃火鍋以後 火鍋你不要切太小 不要再攤貨 就不會有力 每一個店家 其實都有非常豐厚的 對於他在賣的 經營的東西的知識 所以我們在思考說 如何讓傳統市場可以生生不息 如何延續他的生命 台北市政府與設計公司 合作一項製造計畫 團隊第一步先改造老店面 白鐵 裡面都是用那個Standlight 上面也都是Standlight 然後再貼上木板 經五十年的花店 隱身在市場的最角落 卻一點都不黯淡 希望每個都改造以後 這個市場變成一個很活躍的市場 很好 但傳統市場的生命要永續 計畫負責人周玉如認為 應該找到定位發展主題式市場 萬華區有超過百年的廟宇 就是好幾家 那這邊其實對我來說 它就是活的博物館 所以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歷史的演變 那也許我們可以在這邊發展的 就是跟歷史有關係的一個市場 從國際例子來看 日本秋田工友市場 曾經面臨大量空灘 後來他們將剩餘的空間 改造成公共活動場域 開發更多可能 最後甚至還有婚紗店進駐 在於說你會看到有一排是生鮮蔬果供應 然後它的對面 他們有一些空間打開變成社區的 這是一個社區供應空間 你可以在那邊辦講座 我跟你說這果粉這麼多 豬又好吃 那種是不像的 這種就很像 這也是 這也是一樣 而在台灣天母的市東市場 是國內少數定位明確 強調要做五星級市場 這裡買得到有機菜 也看得到現代超市賣場的 POSE管理系統 讓每筆消費都看得到明細 我想可能很多的傳統市場 應該沒有人在用POSE系統 因為真的很麻煩 我們還是會願意去做就是清除 我剛看到有機蔬菜 這裡被經濟部列為模範市場 怎麼做到的 除了攤商彼此要有共識 背後還有嚴謹的自智慧管理 所有的魔鬼就藏在細節裡面 你就是因為就是不通 水溝不通就產生臭味 就是這樣的原因 每天打烊後市場裡每一條水溝都要清理 小吃部的通風濾網也是天天更換 而市場產生的大量垃圾集中管理 都是我們的垃圾廠 我們有做分類 我們的業者都是很自主 所以他們都自動會把攤位的垃圾 拿到這邊分類 好 它就完整了 知名作家劉克香長期觀察市場生態 他認為傳統市場如果能克服衛生問題 擁有的優勢遠勝於超市賣場 這樣的雅樂袋裡面 有北方的蔬果也有南方的蔬果 所以然後它有大陸型跟大島型的匯合 所以台灣的菜市場相對於其他的 我們所知道其他國家的菜市場 哇 它真的是千變萬化 市東市場有超過20年歷史 並不能算是年輕市場 但定位清楚 經營成功 還曾經打敗開在對面的連鎖超市 市東市場的例子 不見得能複製在每一座傳統市場 但核心價值是 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或許就是傳統市場生存的另一條路